幸运也是实力的意见 而更让人无法置信的是 这戏剧性的一幕竟然还会发生第二次 在2014年短道速滑世界杯 男子一千里的决赛上 幸运女神再次降临 中国选手舞大镜再次一支独秀 能杀到这四强当中的全都是顶尖选手了 你超任何其他三个人都特别不容 就当比赛进行到第三圈时 场上的意义发生了 到底是哈梅林摔倒了 就跟郭润去碰撞 最后两圈 看五大镜有没有机会 只剩下最后一圈时 再次突发意外 出现了跟冬奥会一样的情况 就像李坚柔一样 两个人神奇的全摔倒了 其他三个人全部摔出 五大镜获得了冠军 最后中国选手五大镜轻轻松松 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这时一定有人会想 这算什么只是运气好而已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对此你怎么看呢 我可以看你了 我可以看你了 我可以看你了